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草草好 大家好 对啊 如果大家 那还是一样简单之后 因为上一集听过了吧 对 我陈玉萍医师 那我们一直讲好运工作室 可是我的门诊我讲一下好了 我的门诊跟接生主要是在协和妇女医院 在松江路上 对对对 所以就是反正呢 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找 就是搜寻 我会把它放在资讯栏下面 会有粉丝也连结 那不然你们自己搜寻陈玉萍医师 应该会找到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那我们好运工作室有一个官网 对 然后如果就是想要去杯里也可以 有很好吃的甜点 然后咖啡 而且对阿平医师就是 对咖啡非常的有言 对 我的兴趣 他的兴趣 他喝咖啡我喝茶 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上一集 其实聊到非常多顺势生产的概念 其实很多重要概念 我们都有提到 当然不是不可能一个很细的一直讲 因为每一个 其实我跟你讲 光每一点 我们就可以延伸出非常多东西 一个小时 不只哦 我觉得一个小时都不只哦 可是就是我们只让大家知道一个概念 你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像是阿平一直讲的 我们没有看过这个世界 我们可能都不懂 你开始有新的想法 一个概念就是 或许之后 或是我接下来 我想要 如果我有预计要生产 或是身边的朋友 或是我的亲友 他们打算有怀孕 想要有baby的时候 他们有另外一种选择方式 不是只有only way 这样子做一个方式 这样子 对那 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上次讲的 刚上次讲的非常多 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我们现在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 那如果比如说 我今天假设像 阿平医师 你们在做顺势生产的部分 我们讲说 有前期 是 还运期 然后包括生产当下 但是生产之后 是不是就一连串 有很多的照顾 我想要让大家 大概简单知道 像你们大概是怎么做 怎么样做 对 比如前期 大概你们会从什么时候 就可以开始去找你们 那你们会给予什么样的协助 我先回应一下 草草刚刚提到的选择 这样子 那我的新书 那个生产本该无伤里面 其实在前沿里面 我跟编辑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本书 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 其实你手头上 有很多选择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觉得现在都是这样 对 所以当你知道 你可以有更多选择的时候 你要做出怎样的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之前的 对 没有说哪一个是绝对好 对 但是至少你要有选择 对 那这样子才能够扣连到 个人的自由跟自主 对 自主意识 对 所以今天要做自己 也要先有选择 对 然后你选择做自己 我觉得现在人的问题 不在于说 他们不选择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 不知道有选择 对 因为我们的社会的价值观 太一元化 我们的认定 而且对每个人的价值 都太一元化 怎样才是好 怎样才是不好 好像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对 然后就会造成说 当你不是这个典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那包括生活也是 这个之后 可能我们就会来探讨 包括我在 其实我在一直在课 很多人都在讲 你就是做你自己 对 不要去 就比如说好 我在感知的部分 就比如说 老师就是我要看得到 我说不用不用 你有你自己的style 有人他是闻到 有人他是摸到 有人他是看到 身体感受到 对 所以你就是 你不要觉得只有一种 可是当你不是在这个 我们的单一价值下面 就会觉得你没有价值 好像就不是了 其实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 那包括比如说 刚刚说的选择 这件事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 这件事情 其实你有选择 你就可以 至少你可以决定 那我要怎样 对 对 这样子 OK 那我们在前言里面 还有带到 就是说我们 上一集也有讲到 我们好运就是 陪你种一个宝宝的概念 对 所以你今天 要来确定 你的花盆 正不正好不好 就可以来了 这样子 对 你的状况 OK 对 其实应该是 两夫妻都要来 对不对 我们其实非常鼓励 就是伴侣的参与 这样子 对 那伴侣不是只有 陪来就好 对 你要参与哦 所以我在 你也是一部分 对 书里面生产 就是讨论到 那个伴侣的角色的 那一章 我有特别强调 伴侣不是啦啦 对 对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我人道 我帮你加油 我帮你递开水 这样子我已经很尽责了 对对 没有没有 你可以做得更多 而且其实你就是 里面的一份子 是是是 那我们都说 产妇在生产的 这个过程重生 其实伴侣也重生啦 嗯 那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生产的现场 然后这个先生是全然的投入 他从怀孕的过程当中 在准备上 在生产上 他非常的亲力亲为 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参与着 他不只是啦啦队 那在宝宝出来的那一刻 我觉得他也成为一个父亲了 就像是我们刚刚上一集 有讲到说 其实妈妈在怀孕的过程中 他就已经开始跟宝宝熟悉了 他已经在跟他熟悉了 那如果一个父亲 你在过程中 你也是这样 一样 你也在跟他熟悉耶 是 所以你会跟他 就像上次阿平 一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我在那样子的生产过程中 其实我 比如说一般的 我们一般知道 我是一个被切断感觉的 我是跟他很不熟的 就一生说 哇 你哪位怎么会在我身上 你是我儿子 你是我女儿 是吗 好陌生喔 对 然后每个人就跟你讲 你要爱他 你有母爱 哇 那个压力好大 就是你应该要这样 可是 不是 可是我就觉得他很烦 可是我跟他不熟 可是如果你 那尤其父亲 一定更是这种 如果是在传统的方式里面 他一直被排除在外 对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 是 他也没有帮忙的方式 人家就觉得没有他的事 他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所以就是这样 那当然他跟小孩子 也是关系比较不齐 是 这是正常 是一定的 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其实在 你在跟我说 就是一个能量流的 是 的一个交流 像比如说 像我就想到一个 一个 之前下面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一个宝宝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爸爸 他就跑来学 灵气 对 因为那时候 妈妈照顾大宝 还没有 对对对 没有办法抽身 他们已经生了第二个了 对 然后可是因为 太爱妈妈了 那个宝宝太爱妈妈 爱到就是离不开 不能离开 一时一刻都不行 就是派爸爸来 然后派爸爸来学完之后 他后来爸爸跟我回馈说 本来小孩子都不跟他不亲 后来他帮他做灵气 小孩子感觉到 那个能量是舒服的 而且是爸爸 然后他就认得 这个爸爸的能量 后来都会让爸爸照顾 对 妈妈终于可以喘气 喘气了 所以你们知道 你们角色多重要吗 非常重要 不要觉得说 你们就是不重要 对对对 如果觉得妈妈很聪明 是 哈哈哈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是一家人嘛 不要去分说 什么事情应该是你做的 对 那我觉得大家都去把自己 有所提升的时候 你们整个家庭都是往更好的方向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对 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体验机会 所以你能去好好的经验 所以从前起 中一个宝宝开始 就是其实家人 然后比如说中一个宝宝 那这个盆气 就会开始看 对对 比如说那盆气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会去看 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身体 对 结构 有没有什么结构的问题 那你如果今天是还没怀孕就来 对 那我们就先评估你的状况 哦 需要找中医师 那我们就跟中医 一起 对 主要是由中医来帮你把这个花盆弄好 对 那个花盆弄好 对 然后盆气的整个状况 是 那甚至对一些本来不容易怀孕的人 因为这样调养之后 他就怀孕 其实这个是真的 因为你有时候你的 因为我们现在人 其实饮食上面的部分都有 还有生活作息方面 比如太晚睡啊等等 你的气血就不够 然后循环不好 然后又爱喝冰的 然后又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不运动 那这些东西当然是 那当然其实医生一定会跟你讲说 吃药之外也很多遗嘱嘛 对 其实最重要还是你自己 那其实这个 你要不要改变 要改变你的生活作息 有些东西该什么就怎样 那可是这个也是 不是说你就很多东西不能吃 是一些 有一些新的概念 像比如说 奶类的东西可能就比较生冷 然后可能会什么事 那但是还有 但是我觉得阿平也是很有趣 就是说比如说像我 昨天前一天 有看到一个影片 就讲说咖啡这件事情 其实孕妇是可以喝咖啡的 对不对 可以啊 不要过量就好了 对 任何东西就不要过量就好了 没有绝对的不行 对 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其实都 对孕妇的禁忌 其实都是迷思啊 流传啊 不必要的 对 那你在准备怀孕的时候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 我们的团队也 这几年也纳入营养师 所以好好吃 其实对你整个家庭的健康 是很重要的 而且不止 对不对 像比如说怀孕前期就已经来 就已经调整你的花盆 你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调养好让你能够更容易受孕 或受孕的状态更好 更稳定 这个为什么就是你们的孕妇都很强 对啊 你让他 就是把身体调在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他怀孕就不会是步履满山 身体水重 然后腰酸肺痛 对也不会就整个气血就很差 这样子就很累 这状况就很好 因为他已经先把身体调好了 是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对 那如果说你怀孕了才来找我们 我觉得那也没关系 越早越好 对越早越好 对 那如果我们在初期就发生 发现了一些问题 结构上也还是可以调整 那我们就尽早去把它处理好 对 那 当然刚刚除了说我们讲的中医师 然后营养师 对 然后我们还有健护教练 教练可以一对一的 去调整你的身体 然后去观察 就是你适合什么样的动作 去锻炼你的身体 对 你的肌肉哪边需要锻炼 对 因为这个是非常个人的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 对 对 那很多的孕妇一怀孕就被禁止运动 那个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样不行耶 对不对 对 那很多来过我们诊的人就知道说 他们每次问我说 孕妇可不可以运动 我就说 我会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本来有没有在运 我觉得运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运动很重要耶 对 那我觉得很可爱的是 很多人到怀孕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说生产需要体力 所以他们需要把身体练好 可是他们本来是不运动的 对 然后很多本来都一直有运动习惯的人 他一怀孕的是被人拿出 你现在刚怀孕你 不要动 对 不准动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要厘清的是 你本来有没有运动习惯 那有运动的习惯的人 当然就是维持 因为初期其实宝宝还没有长很大 然后还没有改变你身体太多 那其实你身体可以照常的去运动 并不会因为你运动就会流产 这样子 那对于本来都不运动的人 你不需要因为你怀孕 你需要体力而强迫自己开始去运动 而且去狂操自己不用 对 这样子反而是不对的 而是你应该开始循序渐进的 慢慢培养起你的运动习惯 所以你开始把你的肌肉活络起来 对对对 然后让它慢慢再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室也要有监护教练的原因 就操作的 对对对 这绝对不是你来门诊问说 医生我可不可以运动一个简单题 对就是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是非常的个人化 VIP的客制化服务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是说这次是前期 运期过程中还有什么 那我们还有 最近还有加入心理师的咨询的课程 这样子 超多的 而且我记得好像也有什么 就是各个其他的 替代的疗法 或是一些比较自然的疗法 比较安全部分都有 像颅剑锥的 对也有 然后单纯不是中医师 就是调理师的结构调理 也有 就是你需要什么 是 有可能用到的 他们都帮你准备好 对对对 那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心理师的部分是因为 父职跟母职 本来就是需要酝酿的 今天不是像以前 很多年前的一个广告说 我是当爸爸之后 再开始当爸爸这样子 那样子太晚了 所以在怀孕这段时间 我们希望就是 产家都可以来参加 我们心理师开的 这个亲子的工作坊 好好去了解自己 对于当爸爸或当妈妈 这件事情 本来的想象是什么 实际操作上 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很重要 那可以怎么样去处理 那 就心理师的部分 我还非常推荐的是 你们夫妻的关系 很重要 其实不要讲 本来关系好不好 光是怀孕这件事情 就可能对你们的关系 造成很大的改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 完全的新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当你们 不管原本的关系基础 是怎么样 都蛮希望你们 可以就怀孕这件事情的改变 去做一个好的沟通 跟好的适应 关系上会有所改变 对对 那如果真的 有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心理师的支持 跟陪伴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刚刚阿平 也是讲到说 有关父母啊 跟这个部分的心理部分 其实我就觉得 像我们讲我自己 小时候的时候 你总是会有一些 一些小时候家庭教育的 一些创伤 我们很多原生家庭的部分 因为像比如说 我们自己就是 比如说爸妈 就是很年轻就结婚 对 然后也因为生存的 工作的部分压力 他们就会很 我那时候记得 我很小的时候就是 都还要 就是说要跟得出去工作 然后会有干嘛 干嘛之间 然后就这样子 但是父母他们就是 因为很年轻 所以不知道怎么当父母 那他们能够 我就尽量多一段一点钱 照顾你们 照顾你们 那你们一时无语 就这样子 然后可是却有一些部分 心理的部分 不知道怎么做处理 那当然后来 我们自己做了疗医的部分 慢慢去疗医这些部分 这样这样 然后当然 父母经由年纪的成长 自己如果有在学习成长 他们自己也会有所体悟 跟改变 那所以像我 我妈对的时候 就想说 他真的觉得 他们以前 真的没有好好对我们 就是觉得说自己 很愧疚自己 然后跟这么之类 那我们自己都这样 那时候的你们也年轻 这个就是 这是必然的 可是有的人会因此 就是对自己的父母 怀恨在一起 那个就会变成 家庭关系的一种纠结 跟家庭关系的一种 那包括也会影响 孩子跟 他未来自己的亲密关系 自己的家庭 对 所以这个是一连串 所以你今天 先把这件事情 已经先放在前面了 先处理好 我们先把这处理好 在孩子还没出来之前 我们就先把我们自己的问题 处理好 然后我们先练习 就我们把这个问题降到最低 可是这个也不是说 以前 因为以前的确没有这种 现在心灵部分 心灵部分也是后来才崛起的 对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只是这样跟他强调说 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会攸关到 你的家庭 还有你的孩子的未来 对 非常重要 非常未来 他在成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 就这样子会世世代代传下去 所以是一个非常值得的 对对对 做的事情 所以就很值得 现在就去让他有一个转类点 就是有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其实刚刚你看这么多东西 其实你看从夫妻关系的疗愈 跟一直不断的东西 就我说你疗愈的角度来看 有非常多东西 都是在挖很深层的东西 在做疗愈你的身体的部分 你去了解轻轻你的身体 你是学习一个 很多的东西的过程 然后所以其实 很多人讲说 就我之前今天阿平一直有讲过 有人说 你们的那个怎么 价格有点高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这样听完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一点都不高 他不知道为你这辈子 省了多少钱 为你的下辈子 不是下辈子 就是你的那个 下一代 跟你的下辈子会有关系 如果我们讲到疗愈的话 是有灵魂记忆的 那这个之后我们再谈 我们先不谈那么深 这个太深了 太深了 我们今天就是简单 那好 那比如说 前期就会很多照顾 那如果到 比如说要准备 要生产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 就觉得你们都要on call 对不对 对对对 他比如今天要跟他 敲录音的时间 他说如果没有宝宝 今天要来报到 我今天就可以来录音 对呀对呀 因为我们不是药物介入的 譬如说 现在很多的人会 会连阴道产都看时 所谓阴道产看时 就是说 我希望宝宝在什么时候出来 希望他什么做 那我就跟医生约好 我就去催生 就至少可以保障说 他在哪几天会出来 这样子 那我们强调 如果没有医学上的理由 譬如有时候真的 胎盘老化了 羊水太少了 或者我们真的看到 逼不得已 超音波有什么发现 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们才会叫产家来催生 那不然的话 我们其实是要尊重 那个宝宝释放的讯息 让产生自然去启动 那光是产生自然启动 是宝宝启动的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 就会听起来很陌生 就是说 你觉得很正常 可是一般人没办法理解 很多人都说 小孩会去启动产生 我觉得他们把小孩 就是还没出生前 就觉得当做一个 看得很没能力 就是没有生命 我觉得就像刑法 我们以前学刑法 刑法就是人就出生当下 才成为人 才成为人 才会杀他 才叫杀人 原来是这 以前刑法概念这样 那就有分 那这个有个概念 就是他们会觉得 他就是一个 不知道怎么形容他的东西 对 可是又很好笑 之前有人就说 有胎教 胎教是重要的 重要 所以其实应该是有的 对不对 他是在的 所以其实今天 当妈妈的作息都很OK 然后宝宝长得也够熟了 他可以承接 通过产道 这个压力的时候 他的肺部成熟了 他可以出来生活 呼吸了 对 他就会启动东西 启动产程的时候 他是释放了很多化学物质 到妈妈身体 告诉妈妈的身体说 你可以开始了 对我要退房了 退房了 我要check out了 对对对 所以宝宝开始 启动产程之后 妈妈身体就会开始 有一些反应嘛 那最常见的产照 是开始会有落空 那对有的人来讲 就是破水了 对 那因为我们的照顾 其实是以助产师为主嘛 那在产前课程 在建立培养默契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都跟助产师 有好的连结 你已经知道你的助产师是谁的 有谁负责 对对对 那当你身体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你会跟助产师联络 那助产师会给你一些意见 譬如说现在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 现在可能这个状况 应该要准备去医院检查了 这样子 那进了医院 通常是已经开始有规则的公缩 对对对 那如果产程进展的不错 子宫颈也开到一定的程度 助产师就会到医院开始陪产 所以其实刚刚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已经在前景 就知道你的助产师是谁 而且你跟他之前 已经有很密切的联系了 经过课程的互动 因为你们出产上 还要帮那个产妇上课 对对对 产生的课程准备 对 一种熟悉感 才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要跟他接生 可是我跟他不熟 就叫他第一次见面 然后就马上乱接生 你会觉得很奇怪 是 所以其实已经大概都比较熟视了 对 然后而且刚刚还有听到一个重点 像比如说上一期我们有讲到 顺势生产不一定是在家里 对 你也可以在医院 对不对 对对 其实都是可以 但是他也可以选择 如果他真的很想在家里也可以 对 可以要评估 如果今天是一个低风险的生产 那他们决定要在家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择 是在住产所 哦 讨论工作室那边 对 工作室那边其实是一间住产所 对对对 有一个很漂亮的产房 大家买书可以看到 或者到我们的官网 也可以看到照片 就是杯里那边 对对对 就是你们如果之后 去喝咖啡也可以 顺利去 我可以看一下吗 对 就是它是一个很舒服的空间 对对对 那就是如果是低风险生产 其实他们生产的场所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对对对 那可是今天如果说是胎位不正啊 或者是前一胎是剖腹的 那或者是说孕期当中有一些高危险的 有一些症状 东西产生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会在评估在产生产之前 我们就会告诉他说 你现在状况可能不适合居家 或者是在住产所 那我们就是到医院 可是我们的照顾逻辑都是一样的 对对 还是以产家为中心 我们一样会在生产前把生产计划定好 对对对 然后双方彼此知道说 你们理想的那个生产的方式是什么的 有一个概念的啦 不会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 要做什么 然后很紧张很慌张 就是一切就是依照你为主 对 就是VIP 对这样子的 一对一的服务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住产师他可能接到之后 就开始去协助他 然后在过程中有非常多的 因为像我 细节 非常多的细节 像我就知道说就是他可能就是顺着就是 是不是有 之前有个影片他影片叫什么 祝我好运 对对对 然后还问我看嘛 然后他其实就是蛮直接就是拍那个过程 对 然后其实就是 他其实上住产师他会帮就是产妇按摩 让他们要舒服 然后我觉得里面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 他去观察妈妈跟宝宝身体释放的讯息 然后让他们是在一个舒服的姿势跟状态 去度过产程的每一次的收索 而且他会一直去听孕妇他现在需要什么 他现在我现在有点什么什么 他就说那我们现在去看看 谁不跟你讲 就是一切都是以产妇为主 然后很多时候我看到的影片都是很多时候那个爸爸都在 对对对都会陪着 是必然要参与的 必然哦 不要在那个 对对对对 自身事外 可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是不会 因为你不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因为产前课程你们一起上的 对 然后在生产前其实你们可能借由 譬如说慧音按摩 然后或者是品尝一起去冥想 去规划生产 其实这些事情都一起做的 我觉得好像整个家庭关系会变超好 就是夫妻关系先变好 然后再整个 我觉得整个会对整个亲密关系影响超大的 好然后所以过程中就会有非常多的 那觉得过程中 很多互动很多的协助方式 那比如说你有遇过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部分 像之前有一个瑜伽老师 他身体有点歪啊 然后我觉得很可爱的 就是我那时候快要 就是到现场 通常我到现场都是宝宝快要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 除非有一些紧急的状况 我是要去现场判断 现在是不是要开刀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场我就看到 他先生抬着他的一只脚 然后助产师在旁边帮他 就是协助他放松这样子 然后就是因为他自己 对自己身体的状况非常清楚 对 他知道卡在哪里 然后他知道拉哪一条 就是把腿张 往哪边摆角度 可以让小孩顺着下来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起帮助他 老公抬着脚 然后助产师协助他摆稳姿势 然后我把小孩伸出 不是我把小孩说我协助接住小孩 接住他 然后他把小孩伸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很重要的角色发挥他 而且你看他其实他对于身体的感觉非常的直接 所以瑜伽的练习会让你对于身体的感受 很直接他就是现在在哪 那包括他前面的课程 让你更知道说 这个应该就是宝宝在释放去 对对对 所以就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一起合作包括肚子里面的宝宝 对大家一起来这样子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个过程是一个蛮 蛮蛮蛮 应该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是而且每一个人都很有成就感 对就是哇 做完这件事情 而且绝对不会有分离感 因为我刚刚经历过这件事 我把宝宝生出来的 不是因为不是我爸爸 我写我们一起 让孩子顺利的出来 对对一起来这样子 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感 他会觉得更觉得 我是真的有完成 宝宝的来临 我们是有一起协助 一起努力的 对然后父亲也会有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是过程中 那过程中还有什么 你觉得想要跟想 或是觉得说 其实这个是比较个人化的啦 所以只是说你会有你专属的助产师 然后要的时候比如说 阿平医师还是其他 因为还有医师对不对 养医师对不对 然后一起到现场协助这样子 就是会有一个组一个team 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是一个团队在协助你 是 对那结束之后通常我们会做 因为像我知道说 传统的时候好像就是会 小孩就会抓起来 一直打他屁股 这是错误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太对 就一出来 刚来我就被倒 就这个 这个好惨喔 我觉得这个记忆会非常的深刻 就是是我不欢迎被来到的世界 大家都觉得说小孩出生一定要大哭 然后如果不哭一定要打到他哭 这样才叫做活着 哪有这样子 人家妈祖也没有 妈祖就叫末娘啊 妈祖就没有 妈祖叫末娘 没哭对不对 我要借机宣传一下新生儿科 这几年非常强调的事情 就是小朋友你要让他开始呼吸 并不是去打他 而且这几年 就是因为有结构的学习 中医结构的学习 发现说新生儿其实就有很多伤 你想你把它倒掉脚勾着 那个力量其实有可能造成 他身体的筋膜整个就歪掉了 而且还刚出来 对对对那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 书里面也有提到的一本书 叫做温柔的诞生 那是一个法国的医生 他在四十多年前写的一本 用新生儿的角度去看待生产这件事情 看了那本书 你就知道要怎么对待小孩 你就不会去把它倒掉起来打 对 那其实小孩如果出生不哭的话 不呼吸啦 其实应该要讲不呼吸 那大家觉得哭是最强烈的呼吸 那其实我们做顺势生产以来 很多孩子是笑着出声的 他不需要会哭 所以我要改变大家这样子的观念 如果他的环境转换是非常平顺的 他有好好在呼吸就好 你不要一定要在哭 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个场景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很感动的 因为他就是很安然的 慢慢的 你就把它放在妈妈的胸前 或者肚子上 然后他会慢慢的往上爬 去找到乳酮 然后开始他在陆地生活的第一站 所以我在书里面 有把这个过程上自己的写出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像 比如说我之前上次有 我在上课有一个学员就跟我讲到说 因为他自己是妈妈 可是他就是经历过以前那一种 然后他好像那时候是 我不知道他说是剖腹还是什么 所以他对这个过程完全是没有记忆的 那可是因为他好像是半生嘛 是不是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忘记 所以他那时候是醒着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 对他是醒着的 然后他们还是做什么肌肤接触 他们还是让他们做肌肤接触 可是他这时候就是放在身上 非常不舒服 他就很不舒服 他就说我现在好累 我现在整个都很不舒服 干嘛 他说这是什么 我儿子你好重哦 所以他的经验并不好 对他撑了几秒钟之后 他真的好重把他拿走 就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体会那种感觉 这也没办法 这是正常的 所以他说他很难体会 人家所谓说母爱 那是什么为了小孩 因为他说他一直 可是他自己又会觉得 我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妈妈 可是我是觉得不至于啦 只是说那个过程 可是让他真的对自己 有很多的怀疑 跟失去自信这样 对 那个怀感很重 所以我们也非常强调一个 叫做温柔剖腹产 哦对 这个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他的状况是 真的还是需要 真的需要开刀救命 不管是救妈妈的命 或救小孩的命 那过往的剖腹产 我们就是很快嘛 赶快把肚子打开 然后把小孩生出来这样子 然后赶快剪断期待 然后去处理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做的所谓的温柔剖腹产 其实是英国的剖腹科技学会提出来的 那而且他其实十几年前就提出来了这个概念 那在剖腹产的时候 我们一样还是在产前就已经跟产家讨论过 如果是剖腹产你们希望怎么被对待 那当然除了要进开刀房药麻醉之外 我们还是一样就是孩子出来之后 尽快的让他跟妈妈做肌肤接触 那刚刚吵吵讲的有可能是麻醉的 深度 不舒服 就是有的人对于麻醉药 他也会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反应 所以我们会事先让产妇知道说 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是不是让先生来做肌肤接触 不要强迫他 因为他现在还在回复阶段 对对对 那可是如果妈妈的状况是好的 产妇的状况是好的 他当然可以医生一边在缝他的伤口 他一边做肌肤接触 甚至我们曾经有小孩这样子一样含上乳房 开始他第一餐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再推到前面 如果他前面一样有做那些准备 其实我觉得那这一个部分 如果假设真的没有办法 有些特殊的状况没有办法 他非常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对而且他也跟妈妈已经很熟了 我觉得那可能就还好一点 对对 所以其实重点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想要 其实不是只有当下这件事情 前期就要开始 是 然后我们一样会做延迟断期 然后一样就是不要急着就要去简单期待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像是 你刚刚说断期这部分 它其实我们知道能量锁这个东西 对如果从能量的观点来看 我们也不要急着去切断它 要让它有一些时间准备 慢慢的去缩回自己的能量 因为像比如说包括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比如像我们植物的部分 有时候我们要去修剪植物的时候 你要去跟他讲一下 讲一下 不要就是 不要直接就剪刀下去 就是卡卡卡卡卡卡卡 他就嗯 他其实会被人挫到 你会跟他讲 你就会发现他会把能量收回去 对 那你再把那一个剪掉 你要跟他讲说 我是为了要你好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有点这种概念 他们能量还在连减的状态当中 你还让他马上 他就是有点硬被扯断的概念 对 那那个其实对大家都不好 对所以就是一个 我觉得延迟的 因为像我们现在学会能量的部分 就开始对一些动作 其实我们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 那就医学上 其实他一样对宝宝 对妈妈都有很好的帮忙 是不是那个血液的部分 对 宝宝的那个 期待的血液流回他的身体 可以避免他前六个月的贫血 哦 那对妈妈的子宫收缩来讲 你让这一段延迟断期的时间 让胎盘自然去萎缩一点 他子宫收缩好一点 他再排出来 比你硬拉出来的出血量会少很多 当然 因为他还站边大大的 然后第一你要把它扯出来 对 对对 然后偷偷讲就是我一边开刀的时候 一边会跟子宫聊天 哈哈哈哈哈 你会跟很多东西聊天 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照顾到 对 像婆婆产只是差别在于 你从肚子上化开 然后妈妈可能有一个麻醉 可是我们也在麻醉的 最短的时间之内 让宝宝出来这样子 其实那个是一个 整个一个 前面都有做 其实这个部分是还可以这样子 就是他宝宝不是从产到出来 是从肚皮上出来 可是我们其他可以做到的 都还是尽量做到 所以影响就会降到最低 所以一样是很好的一个温柔的部分 所以是包含全部哦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 因为过去我们就把重点子 放在生产当下 所以这一个有怎样就是怎样 可是现在我们是 其实你要知道 它是整个过程 整个照顾的逻辑都是这样走的 而且刚刚阿平医师有讲到说 他会跟子宫聊 我觉得他其实 对整个空间能量长 所以就像他说 他会默默在空间使用灵气 就是这样 所以空间会比较稳定 是是 然后所有的 所有的在场的人员的 合作的气氛也会比较好 比较顺利 所以他会默默的 就把这些空间清理 做好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有很多默默的 傻比义属在处理 对对对对 对这样子 所以其实大概就 就会有很多的细节 是 但是你懂的话 其实经过一些 那你就会知道 其实不止阿平医师 他们的 助产师有很多人都会 对 他们这边好几个 都上过零七个 真的 然后渐渐发现 我们产家也都会 对 就会吸引来一样 但是还可以互相配 对 诶不等一下要弄什么 真的 如果这样更好讲 对不对 一起 一起发工 一起做 对对 就很生气 对 然后就会每一场生产 都超有成就感 超快乐的 参与一个很那个的活动 就不是一个苦差事 以前社会生产是苦差事 好那所以过程中大家可能这样子 你看温柔剖腹肠 都可以是一个选项 有可能所以是一个很 那结束之后他会 对我刚会 你现在说到那个胎盘出来 听说你们如果在那个上面会直接生 就是上次有一个学员 他就是在你们那边生 还是他已经预约了 他接下来在你们那边生 然后呢他就说 他一定有先想好他的胎盘 要怎么料理吗 对 他说他要做三杯 对就是过往在医院啊 我们除了处理的很明快之外 就是胎盘都是当医疗废弃物丢掉 对 那可是其实我们觉得 跟胎盘可以有各种 他们想要的连结 那最常见的就是 在胎盘生出来之后 宝宝肌肤接触完之后 助产师会帮他们做一个胎盘的拓印 哦对对对对对 那有的产家会想要带回去把它做成胎盘的胶囊 就是把它干燥然后磨成胶囊 因为他们如果不敢直接吃了 对对对 那直接吃其实就跟吃动物的内脏是一样的啊 嗯 基本上我吃过啦 我觉得那个胎盘的部分比较像肾脏 哦肾脏哦像肾脏哦 像肾脏 猪肚某一部分 所以有点像结合 我以为它会很有弹性 有点可是又没有猪肚那么脆 哦 然后比较我觉得比较像肾脏 哦比较像 然后那个臍带比较像肠子 像脆肠 哦像脆肠 讲的口水都要流出来 我跟你讲大家就是胎盘真的大家不要觉得 那在中医叫做紫盒车 是 就是它有它调理的效果 就是好像对女性荷尔蒙啊 是 比较稳定 而且它是 我跟你讲它是养颜保健的 养颜美容的圣物耶 你要去买 讲到这个 对 都是荷尔蒙丰富的一个器官 真的耶 你自己去查 自己去找紫盒车 紫色的紫 紫盒车 紫盒车 王姐紫盒车吧 对 然后你就去找 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其实你回归到动物界 很多胎生动物 他们在生完小孩之后 都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 一个自己生产的补品 对 自产自吃 因为你刚生完 你可能体力上 没有办法马上去 恢复 去找食物 对 然后 动物生产没有 没有这么多帮手吗 那很多动物就 立即的把自己的胎盘吃掉 那可以至少维持 他们在那个时候 不会饿肚子 又可以照顾新生命 大腹气血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什么 很新的东西 其实以前就有了 对 其实也就是后来的概念 只是说因为你进了医院之后 胎盘都被当医疗废弃物 好可惜 之后 大家都觉得 这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那么恐怖 居然你要吃啊 这样子 可是会不会有人 应该会去收胎盘 以前曾经听说啦 真的有人把他 可是那个在法律上 其实会有点问题 对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自己的当然就没差 我自己 那是你自己的东西 对 你自己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这也蛮特别的哦 所以你们 也可以一点料理 就有各种处理方法 有的人不敢吃 他就把它种一棵树 种在土里面 那那棵就是属于宝宝 跟他们的共同 我觉得做成胶囊不错 还可以卖吗 没有啦 对 还可以分人家吃的麻辣里 最近给你补一下 这样自己的胎盘 这样 对对对 然后后续呢 那比如说这样结束之后 你看连胎盘我们都有 好好的对待 是啊 就是给他们时间 让他们好好的分开来 对 而不是硬把他们扯开来 对 对 那之后 肌肤接触的时间 其实 我们几乎平均下来 都是90分钟到120分钟 对 沿妈妈兄弟们休息一下 对 所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相处 这样子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生产的过程 然后再加上没有减惠因 然后有机会是没有伤口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讲 我那时候一听到就觉得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大家会觉得 像以前 像我以前当警察 我们就去授那个 因为警察的那个 因为我们是 等于是当 就是读四年嘛 有些四年期就像当兵生活这样 然后呢 但是我们就出来 我们还是得要去授训 然后授那个替代训 那我们就要去学那个 ENTY 然后就要看那个 我那时候不太想看啦 那时候他要 你还要按住会音 不然他会裂 然后要不然你就会 不要让他裂 所以你要剪 对对 然后剪一刀 他可以出来 这件事情 那可是在 在阿平医师这边 我们是不剪的 不需要的 对对对对 然后你光是想说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人 在生的时候 没有任何帮手的时候 我们常听说 以前阿嬷生到地级胎之后 在田里就生了 然后就带个小孩回来 所以生小孩可以 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本来应该就是很自然 是 那所以就是说 简会音这件事情 是不必要的 我在书里面 有把他的前因后果 都写出来 我在想会不会是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因为他很快速的 把他生出来 所以剪了之后 可以缩短那个时间 因为你的那个 比如说你的阴道口 或者你的整个身体 是还没有准备好 他必须要慢慢的去放松 对对 慢慢扩张 就比如说刚刚 湘伊吉阿平医师讲的 他说那个过程 比如说你跟桌外一样 是啊 你还没有准备好 你就直接开始 你没有前夕 你就给人家进去 当然会受伤啊 对不对 我们就很直接 一样的意思 那你当他慢慢的 他自己准备好 是 他是慢慢延展开来 他是可以的 不然他怎么会这样设计 对 而且你是看小孩 是滑出来的 他不是被你挤出来的 不用用力挤一挤 他会自己 嗯 我就出来了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说实话 那其实 会音不要列 其实就是正常的 是 他其实才是正常的 对 对 所以刚刚刚有提到 其实连剪会音这件事情 都不必要 对 所以很神奇吧 所以大家想要 想要保佑你的会音的话 刚才去找他 好啦 开玩笑 所以就是 接下来就是 这个过程 他帮会音的部分 都完整了 然后还有 其实差不多 对 在过程中 其实我们给的照顾 那后期的部分 他们会有一些 母奶的部分 所以其实也会提供一些 那母奶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要 从怀孕的时候 就准备好 就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样 有秘乳顾问的 产前的课程 然后去帮你们 把你们的哺乳计划 计划起来 嗯 那产后 如果真的 在哺乳上 遇到困难 那我们一样 可以提供 秘乳顾问的服务 让你们去 能够在母奶 这条路上 走得比较顺利 然后可以这种比较 或是你真的需要 什么品味啊 轻微啊 等等的 然后如果真的不行 有没有什么方式 其实是一个很完整 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完整的体系 你不需要说去 比如说之前 你可能 这边玩的时候 可能生完的时候 你不可能再去问医院 什么这些事情 你可能就要去想办法 对 那什么什么什么 那当然这边 它就是希望是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全方位 你需要任何东西 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 包括 生完小 如果小孩大了 然后想要出去喝咖啡 没地方去 可以去肚皮 就再回来走走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好像很多妈妈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们可能 或是家亲子 他们想要带小孩出去 学灵浅 他们要出去 可是小孩就是 很好奇 想要到处跑 到处玩 然后一般的人 我自己说实话 我自己如果在 一般的咖啡厅 当然小孩子有声哭 我自己当然会觉得很烦 因为带咖啡厅 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可是那有些父母 我觉得这也是 跟父母有关系 因为他们没有 就是过程中 是这样分离 他其实才刚开始 学会怎么当父母 他还不知道 怎么跟小孩沟通 他其实也很无助 他很无助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 是因为像刚刚 我们经过这两集 从跟阿平医师这样聊 其实他也是 从那个时候 才开始学当父母 所以他自己很无助 小孩也很无助 那两个人就在那边无助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会变成这样 那如果是 所以我觉得 那个咖啡厅 它这次就是一个 像每次我就会看到 就是有小孩子 在那边跑来跑去 然后没有玩具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互相 我觉得是一个 蛮放松的空间 就还蛮不错的 这样子 对 连后续都帮你准备好 没有喝咖啡的地方 如果 连结情感 对 顾小孩顾到累了 不用被关在家里 是 所以其实蛮一整体的 我刚才有没有 那还有什么 我们刚刚lose掉 没有提的吗 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耶 对 其实它都是比较 如果还有想要 更深入了解 就来走走吧 就来走走吧 其实就比较personal了 就是更personal 但是其实基本上 所以大家可以听起来 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也开始会有一些概念 我们有时候做很多事情 其实联想到说 比如说我们不管是 身心理部分 或各位生活的部分 我们的生活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 任何事情都急着 想要特效 想要急速 可是你会发现 它后面牵扯到的东西很多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去完成 所以症状上 它只是一个症状 所以就当时说 很多人他就求快 想要马上去怎样 反而造成更后面的问题 那所以为什么 做一个顺势生产药 大家说 哇 怎么那么多事情 那么麻烦 可是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是让你有一个全新的体验 跟全新的历程 而且会对你的生命 做一个完整的转换 我觉得蛮重要的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 阿平医师有对于 其实他对于身心灵的部分 然后不只是身心灵 他对于生活也蛮有自己的方式 就该运动运动 就像我一直说 你该运动要运动 你该工作要工作 你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该好好享受生活 就要享受生活 然后对于灵性的角度 会让你对于世界 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生活 对于同一件事情 就比如说像 有那种 怎么可能是宝宝 可以自己主导 怎么可能他会有什么 所以其实就有 宝宝会跟你讲 那我们其实对于 你的概念会有点 不能够理解 但是我觉得听这个节目的 听众应该慢慢 会有这些概念 但是就是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慢慢可以去探索 这个世界 然后在一个单一的 视角的部分 会有不同的方式 那你就有更多的选择权 对 有更多的生活方式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开心 是 大概是这样 OK 好 那今天很谢谢阿平医师 谢谢 陈屿平医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那如果有更多的问题跟讯息 也欢迎直接 就是跟那个阿平医师 好运工作室联络 好运工作室 运是孕妇的运 好运工作室 就在好运工作室 就有了 对 然后陈屿平医师 他也有他的粉丝页 都可以 那好运工作室 就有一个团队来 对 就回答你 做一些那个 对 那也可以有空到 Belly去走走 Belly Daily 那里面都有相关讯息 那我也会把讯息 就是放在 就是节目下面的那个 大家也可以去找找看 这样子 OK 好 谢谢阿平医师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对于节目内容 神心灵疗愈 想了解更多 欢迎到脸书粉丝页 西河木音 神心灵疗愈工作室 与我们联系 节目资讯栏 有相关连结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